给我的孩子们 封子凯 我的孩子们 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 每天不止一次 我想委屈地说出来 使你们晓得 可惜到你们懂得 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 你们将不复是 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 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詹詹 你尤其可佩服 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 你什么尸体都想拼命地 用全副精力去对付 小小的诗意 像花生米翻落地了 自己嚼了舌头了 小猫不肯吃糕了 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 昏去一两分钟 外婆普陀去烧香 买回来给你的泥人 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 喂他 有一天 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 你的豪哭的悲哀 比大人的破产 极度伤心 丧烤笔 全军覆没的悲哀 都要真切 两把芭蕉扇坐的脚踏车 麻雀排堆成的火车汽车 你何等认真的看待 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 来代替汽笛 宝子子讲故事给你听 说到月亮子子挂下一只蓝来 宝子子坐在蓝里掉了上去 沾沾在下面看的时候 你何等激昂地同他争 说 沾沾要上去 宝子子在下面看 甚至哭到曼姑面前去求审判 我每次剃了头 你真心地以我变了和尚 好几时不要我保 最是今年夏天 你坐在我膝上 发现了我腋下的长毛 当作黄鼠狼的时候 你何等伤心 你立刻从我身上爬下去 起初眼瞪瞪地对我端向 继而大失所望地豪哭 看看哭哭 如同对被判定了死罪的亲友一样 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 多多益善地要买香蕉 满满地请了两手回来 回到门口 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 手里的香蕉 不知落在哪里去了 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帅 自然与热情 大人间的所谓沉默 含蓄深刻的美德 比起你来 全是不自然的 病的 伪的 你们每天坐火车 坐汽车 伴酒 请菩萨 对六面画 唱歌 全是自动地创造 创作的生活 大人们的呼号 归自然 生活的艺术化 劳动的艺术化 在你们面前 真是出丑得很了 一样画几笔画 写几篇文的人 称为艺术家 创作家 对你们更要愧死 你们的创作力 比大人 真是强盛得多了 詹詹 你的身体 不及椅子的一半 却常常要搬动它 与它一同 翻倒在地上 你又要把一杯茶 横转来 藏在抽斗里 要皮球停在壁上 要拉住火车的尾巴 要月亮出来 要天停止下雨 在这等小小的事件中 明明表示着 你们的弱小的体力 与智慧力 不足以应付强盛的 创作欲 表现欲的趋势 因而遭逢失败 然而你们是 不受大自然的支配 不受人类社会的 束缚的创造者 所以你的遭逢失败 比如火车尾巴拉不住 月亮呼不出来的时候 你们绝不承认 是事实的不可能 总以为是爹爹妈妈 不肯帮你们办到 同不许你们弄 自明中同利 所以愤愤地哭了 你们的世界 何等广大 你们一定想 中天无聊地 浮在岸上弄笔的爸爸 中天闷闷地 坐在窗下弄影线的妈妈 是何等无器性的 奇怪的动物 你们所视为奇怪动物的 我与你们的母亲 有时确实难为了你们 摧残了你们 回想起来 真是不安心得很 阿宝 有一晚 你拿软软的新鞋子 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 给凳子的脚穿了 铲袜立在地上 得意地叫 阿宝两只脚 凳子四只脚的时候 你母亲喊着 龌龊了袜子 立即请你到藤榻上 动手毁坏你的创作 当你蹲在榻上 注视你母亲 动手毁坏的时候 你的小心力一定感到 母亲这种人 何等杀风景而夜瞒吧 战战 有一天 开明书店送了几册 新出版的毛编的音乐入门来 我用小刀 把书页一张张地裁开来 你侧着头 站在桌边默默地看 后来我从学校回来 你已经在我的书架上 拿了一本连石纸印的 中国装的处词 把它裁破了十几页 得意地对我说 爸爸 詹詹也会裁了 詹詹 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欢喜 何等得意的作品 却被我一个精涯的横子 喊得你哭了 那时候你也一定抱怨 爸爸何等不明吧 软软 你常常要弄我的长风阳毫 我看见了总是无情地夺脱你 现在你一定轻视我 想到 你终于要我画你的画集的封面 最不安心的 是有时我还要拉你们一个 所最怕的露露沙医生来 叫他用他的大手来摸你们的肚子 甚至用刀来在你们壁上割几下 还要叫妈妈和曼姑擒住了你们的手脚 捏住了你们的鼻子 把很苦的水灌到你们的嘴里去 这在你们一定认为是太无人道的野蛮举动吧 孩子们 你们果真抱怨我 我的欢喜 当你们的抱怨变为感激的时候 我的悲哀来了 我在世间 永没有逢到像你们这样出废杆相识的人 世间的人群结合 永没有像你们一样的彻底的真实而纯洁 最是我到上海去干了无聊的所谓事回来 或者去同不相干的人们 做了叫做上课的一种把戏回来 你们在门口或车站旁等我的时候 我心中何等惭愧又欢喜 惭愧我为什么去做这等无聊的事 欢喜我又得暂时放怀一切地 加入你们的真生活的团体 但是 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 现实终于要暴露的 这是我惊艳过来的情形 也是大人们 谁也惊艳过的情形 我眼看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 一个个退缩 顺从 妥协 屈服起来 到向绵羊的地步 我自己也是如此 后知试经 亦由经之世袭 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 我的孩子们 无可印证了 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你有没有嫌疑 我今天就会想到我 我今天没想到你 我的孩子们